针对在华美起动手,中共另通用召回332万辆戏车,北京一直威胁要动用官僚主义手段打击在华美起以报复美国的贸易惩罚措施,但专家多指此举事搬石头砸脚,但中共当局日前宣布召回美国通用公司,旗下332万辆戏车,或显示中共为对抗贸易战已不计后果。 广告日本产经新闻9月29日报道,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当日宣布,将召回美国通用汽车,GM,在中国的合资公司生产的别克Bioic等品牌332万余辆汽车,召回的通用旗下汽车品牌,还包括雪佛兰Chevrolet,和凯迪拉克Cadillac等管理总局宣称, 召回的原因是方向盘控制汽车前轮的部件存在缺陷,还趁此举事接到消费者的投诉,并进行调查与评估后做出的决定。 但产经新闻报道,认为中美贸易战已白热化,召回通用汽车是中共政府报复美国的手段。 北京在中美关税战中的筹码不足,早就宣称要采取数量与质量结合的综合性多领域的措施。 此前,中共多次通过外媒放风,要对在华美企动手近期人民日报海外版还亲自上阵, 威胁苹果公司或成为北京与美国贸易谈判的筹码。 但评论人士普遍认为,暴富在华美企得不偿失,因为这不但会帮川普政府将制造业逼回美国还会下阻外器对中国大陆投资。 因此中共或只是做事威胁,已逼迫在华美企向川普施压但北京真正付诸行动的可能性不大。 另外韩联社9月29日报道称,像韩国此前遭到的限寒令一样,有可能中共也会出台限美, 令抵制美或今年7月中共驻美大使馆,就以治安问题为由,向中国公民发布赴美旅行注意事项。 有报道,只受贸易战影响今年的11成假,赴美旅游的中国游客将较往年减半。 不过外界同样分析中国市场严重,依赖美国,煽动全民反美将重挫中国经济,实施的可能性也不大。 但港媒也指无法保证北京在贸易战中,始终保持清醒理智,日前北京再提自力更生,令人担忧中国大陆会重演大跃进或朝鲜苦难行军故事。 总共主流纪各线 撐 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